刘诗诗终于回应婚礼,为何不邀请杨逆?回答毫不留情面,网友,解气。 众所周知,刘诗诗和杨逆在娱乐圈里是十分要好的朋友,两人当年在拍摄《先见三》的时候,经常整天腻在一起,再加上唐燕和他们的年龄也差不多,所以没几天三人就打得火热,后来还被粉丝亲密称呼为铁三角。 电视剧拍完后,三人的关系依然十分要好,据爆料三人经常约会逛街,而且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动也非常频繁。 但没想到经过时间的打磨,三人的关系最后还是变得异常尴尬,原因竟是两人同时接了一个剧本,瞬间变成竞争对手,后来就没有下文了。 当年的好姐妹顺嫁成了末路,还真是婴。了当年的俗语,没有永久的友情,只有永久的利益。 如今两人几乎很少互动,甚至见面都不说话,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给人的感觉都像是完全不搭架的两个人,其实在娱乐圈这种关系都十分正常。 在平常的生活中,两个土通朋友都会因为长久不联系而感情变弹,更别说娱乐圈里,不过分地说明星间的感情还更加脆弱些。 当年杨并的婚礼也非常轰动,可就没见邀请刘诗诗到场,反而只邀请了唐嫣做伴羊,当时因为工作的一些原因,刘诗诗出现在媒体勉强,记者非常犀利地问道,为何杨已结婚没有邀请她? 刘诗诗诗诗既然会很尴尬,不过紧接着刘诗诗也做出了回应,他们私下联系过了,但至于杨幂为何不邀请自己,原因就不清楚了,但依然会送上祝福。 后来刘诗诗诗结婚也并没有邀请杨幂,后来记者也问到了这个问题,刘诗诗表示,因为杨幂当时并没有邀请自己,而且考虑到先生的意思,所以没有邀请,吴奇隆和杨幂完全不属两个人,所以何必邀请呢? 时至今日,两人各自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,同时大家也很少会将他们联系到一起,毕竟大家相处的圈子已经不一样了,而对于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便不得而知了,而且刘诗诗如今也顺利怀上了宝宝,杨幂离婚后也一心投入到了工作中。 各位网友,你们觉得娱乐圈里的闺蜜姐妹都是塑料情吗? 啊 Krist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